苹果第一步发售价都破万的机器 就短短几年时间 现如今就一两千块钱 这就是i4XSマシ 只能说电子产品这个东西 就根本不用考虑保值这个问题 你买的是消费品 不是理财产品 当时最惊艳的就是他这块屏幕 即使放到现在嘛 也是顶流水平嘛 6.5英寸都快赶上一台iPad mini了 刷短视频和看电影的时候 就知道有多爽了 很多人说现在这个机器 只能给中老年人用了 其实不然 A12的芯片 别说什么短视频社交软件 网者吃鸡还是很湿滑的嘞 主要是手感好 边框它是圆润的 这也是我个人 为什么比较喜欢11POLO的原因 这时候杠精又会说了 哇垃圾手机卖不出去的 这玩意儿送我都不要 你有钱去买你的i414POLO 卖系2TB呗 别说这玩意儿了 苹果6都经常有人找我们买的嘞 有关注我们朋友圈的就知道 前段时间我有几十台5S 对i4 5S 当MP4卖 一个下午就被抢完了 每个东西都有其受众群体 别以个人的看法来看待世界 你懂我意思吧 你懂我意思吧